给大家介绍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 叫《一个小忙》 这边尺度惊人 香烟又表 涉及乱伦三皮 姐妹撕鼻 是经常近期看的最表的电影了 故事的女主叫芬妮 一个漂亮的小寡妇 两年前 芬妮的丈夫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巨额的保险赔偿金 让她得以安心的 在家做全职妈妈 她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照顾儿子上 闲暇至于还做起了母婴主播 只不过一直不闻不火 本片的另一位女主叫艾米丽 是个女强人 在一家时装公司当公安经理 她的生活可以说是极尽奢华 开着保时捷跑车 住着豪华别墅 既然相反的两人 本来没有任何交集 不过他们的儿子倒是玩得挺好 因此两个妈妈相遇了 艾米丽邀请芬妮去家里做客 复利堂皇的大house 令芬妮羡慕不已 艾米丽的强大气势 更是令芬妮折服 两人就这样成了朋友 艾米丽时常向芬妮展示贵族生活 教她如何当一名现代女性 而芬妮则经常帮艾米丽接送孩子 渐渐的两人成了贵中密友 也互相了解对方的一些小秘密 比如芬妮在父亲去世的时候 跟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上了床 这天芬妮接到艾米丽的电话 希望她能帮忙接儿子回家 芬妮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自此之后艾米丽就消失了 电话不接 转信不回 无奈的芬妮 只能联系到艾米丽的丈夫萧恩 萧恩接儿子回了家 但她不知道如何照顾孩子 于是芬妮走进艾米丽的家 照顾艾米丽的儿子 在这个过程中 她与艾米丽战故萧恩的关系突飞猛击 几天后 警方传来噩耗 撑在河里找到了艾米丽的尸体 一个丧偶多年 渴望爱的滋润 一个妻子溺亡 就要发现 因此两人干柴欲猎火 在葬礼那天晚上就趴趴到了一起 之后艾米丽便以女主人的身份 住进了这个家 但事实也没表面那么简单 首先是警察调查发现 萧恩在妻子遇难前 给她买了价值400万美元的人身保险 因此猜测 萧恩涉嫌谋杀偏保的可能 另一方面 艾米丽遇难前 生生是去迈阿密出差 而事实证明 她没有去迈阿密 而是在巴基特租了一辆汽车 而且她是用现金支付的租金 目的就是不想让人知道她的行走 用现金租车自驾游 并谎称去了迈阿密的行为 说明艾米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比如出轨 艾米丽的死变得扑朔迷离 于是芬妮扮演起了福尔摩斯 开始寻找事情的真相 在和萧恩交流的过程中 芬妮发现她和艾米丽是好闺蜜 只是自己的一厢请愿 归相与艾米丽相处的细节 芬妮越来越觉得 艾米丽深不可测 而且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 比如自己给艾米丽拍张 艾米丽叫她立即删除 比如萧恩在脸书上 发了一张全家的合照 艾米丽知道后 直接注销了萧恩的脸书 调查过程中 芬妮发现萧恩也不是什么好人 艾米丽遇难以后 立即跟自己上了床也就算了 居然还背着她 跟别的女人油染 这样到此为止 已经信息量巨大 但其黑暗程度 显然还远远不止于此 接下来揭晓真相 解答艾米丽死亡的真正原因 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勾当 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细思极恐 不断刷新人们的三观 诡异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先是艾米丽的儿子 坚持说自己看到了妈妈 接着芬妮又收到了 以艾米丽的名义 借来的挑衅信件 到最后 直接接到了艾米丽打来的电话 是的 艾米丽没死 哼 本高级表 是你那么容易取代的吗 当然 芬妮也不是吃素的 她决心挖出艾米丽 伪造死亡的秘密 这一挖不得了 见识到了她更多疯狂的过往 原来艾米丽有一个软生姐姐 在表气这点上 这位姐姐更生一筹 16岁的时候 两姐妹和一群朋友出去嗨 没成想玩到一半 就被老爸抓了回去 她爱了好一顿骂 青春期的孩子 爱骂可是不得了的事 和父母赌气很正常 可这两姐妹赌气的方式 竟是直接放火 烧死了自己的老爸 对比当年做过的事 艾米丽现在的所作所为 还真不算疯狂 故事讲到这 影片还剩下最大的一个悬疑 那句和艾米丽一模一样的尸体 是怎么回事 相信各位已经猜到了 没错 那句尸体 实际就是艾米丽的双胞胎姐姐 当年烧死父亲后 姐妹俩分道扬镳 并约定好狗富贵 勿相挖 之后艾米丽来到城里 发展的越来越好 而姐姐则堕落沉沦 甚至还染上了毒瘾 艾米丽不拍照的原因 就是不想让姐姐找到自己 但哪有不透风的墙 姐姐还是找到了她 并约定在当年夏令营见面 姐姐拿当年烧死父亲的事 勒索艾米丽一百万 反正姐姐的人生就这样了 进监狱也是解脱 但艾米丽不同啊 为了不成为姐姐的长期饭票 艾米丽在跟姐姐游泳的时候 淹死了姐姐 但她告诉芬妮 姐姐是自己溺网的 而把姐姐伪装成自己尸体 来骗保的计划 是出自萧恩的 为了逼迫艾米丽出来 芬妮跟保险员提供了 他们骗保的证据 现在骗保的计划泡汤了 艾米丽和芬妮 决定惩罚一下萧恩这个渣男 芬妮先是向警方举报了萧恩 而后艾米丽自残 然后向警方自首 说萧恩为了骗保 暴力逼自己夹死 萧恩就这样被捕吧 因为在保释调查阶段 萧恩没有被警方拘留 之后艾米丽 芬妮 萧恩三人 在大房子里相遇 芬妮通知萧恩玩弄自己的感情 然后一枪就把萧恩撂倒了 可他们的伎俩 被艾米丽一眼看穿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是想让艾米丽说出真相 艾米丽接过芬妮的墙 然后一枪打死了萧恩 之后说出了姐姐死亡的真相 是自己溺死了姐姐 然后打算杀死芬妮 伪造成芬妮打死萧恩后自杀 结果万万没想到 芬妮衣服的扣子是针口摄像头 艾米丽打死萧恩 自己又是如何杀死姐的 全被直播了出去 艾米丽直到后想要逃跑 但警方已经抵达了这里 艾米丽打算拉芬妮电背 天君一发直击 芬妮的粉丝开车撞飞了艾米丽 最后警方逮捕了艾米丽 芬妮因为这场直播一炮而口 见影就此结束 见影装 包括芬妮 艾米丽 萧恩 以及另外一位女性在内的三女一男 都有着严重的道德污点 但与此同时 她没有对外展现出正人俊子的面目 正所谓化人化虎难化虎 知人知面不知心 四个人善了一出现代版的权力的游戏 更讽刺的是 芬妮事后人活得好好的 她成了百万粉丝的直播网红 继续贩卖她的单亲妈妈 独立女性的人设 并且获得不少宝赞 她的光环 名声 权力 荣誉的背后 隐藏着黑暗人性和道德的缺陷 如今她功成名就 名利双手 可是她的粉丝 就不知道她的真实样子 并不像她展示出来的那么美好 如同月亮 远看光鲜亮丽 近看全世界